近日中国女排队员王梦杰出席了在山东济南举办的奥运健儿总结大会 而中国女排助教李延龙也参加了本次大会 王梦杰站在运动员的第二排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网友的报道 山东体育局领导跟陈梦还有其他运动员逐一握手 跟王梦杰握手时 领导问道还练不练 王梦杰回复听您的 王梦杰一句听您的 直接把笔者差点整破房 真的深感一名职业运动员的艰辛 王梦杰已经30岁了 而且身体上都是伤病 更何况王梦杰刚刚在社交媒体上 公布了自己的婚纱照 说明他准备弹出排球回归家庭了 而且事实上 根据中国排球运动员的规则 下个周期30岁以上的队员都可以不用打了 但是王梦杰面对询问 还是表示 听从山东体育局的安排 真的让人泪目 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 除了运动员的自身想法 他们的退役要地方体育局的批准 而且退役后 王梦杰的工作还需要地方体育局安排 所以他的回答也不奇怪 不过看到王梦杰那么回答 感觉他还是对巴黎奥运的成绩心有不甘 毕竟巴黎奥运 我们拥有李盈盈 朱婷 还有状态出色的龚翔羽 本可以登上领奖台的 但是因为教练的临场指挥太差而落败 真的很可惜 所以或许王梦杰在短时间内不会退役 至少会参加明年的试锦赛 虽然逼者不想王梦杰再去打了 他已经弄了一身伤病了 还是应该回归家庭 但是目前的中国女排自由人位置 没有一个自由人有王梦杰的实力 而且年轻的队员中也各有各的问题 比如倪非凡虽然被女排培养了五年多 但是依传依然很差 又比如世青赛最佳自由人朱星辰 虽然实力突出 但是依然被上海女排王之腾压在替补席 王之腾就是莫名信任老将王维一 就是不给朱星辰主打 还有辽宁的许佳南年纪也大了 状态也很难保证 所以无论未来 谁当中国女排主教练 一定要锻炼心自由人了 宁简直播剧 宁简直播剧 夷